第七十三课 我愿光明出现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这一课非常重要 因为你陈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你不想再活在阴影之中了 既然你听过 处理你的阴影面 这种说法 这阴影面乃是你的意识 心灵受到愚染的部分 这些愚染来自于恐惧感 你所相信的偶像 社会灌输给你的观念 以及宗教 家庭和文化带来的缺乏爱心的教育 你心中这些层层叠叠的信念和观念 呈现为阴影 何谓阴影 阴影就是光明无法照耀之处 因为有个坚实而无法穿透的东西 阻隔着光明与阴暗处 我们希望你以此方式 看待自己的心灵 你缺乏爱心的部分 也就是缺乏爱心的信念 造出了阴影 它会呈现在你的想法 感觉和行为中 这些阴影不过是光明尚未照耀之处 如果以这样的角度作为切入点 你就不会是阴影为真实的 阴影并非真实存在 它只是缺乏光照 也就是缺乏爱 由此可以明白 宽恕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解除 使你感受不到爱的障碍 因此 当你说想要光明时 表示你允许圣灵 也就是我 以及你的向导和导师们 透过你的经验 使你看到自己心中抱持的信念 并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怎么回事 如今有很多人会发现 人生的困境变得越来越巨大 这是因为你的阴暗面正在显现出来 现在是震动频率加速的时期 我们说这些话的当下时至2019年 这些课程引导会持续 发布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们在2019年2月说了这些话 此时你会发现 社会更加显露其阴暗面 然而 重要的是 不要执着于阴暗面 而是确实去寻求光明 唯有光明才能驱散黑暗 而不是聚焦在阴暗面 当你身处在户外 并试着抹去一片阴影 结果会是如何 绝对是徒劳无功的 那么 怎么做才能除去阴影呢 让光明照耀其上 或是一处挡住光线 并造成阴影的东西 这是除去阴影的两种方式 当你在社会中看到一些阴暗面 也就是你 可能是为邪恶 扭曲或变态的事 请记得 那不是问题所在 那个阴影 是要让你看到缺乏爱的地方 它让你看到社会的某个地方 你们集体意识 也就是你们整体 但某个地方是缺乏爱的 请勿攻击阴影 而是在当中添加爱 请添加爱 添加爱 爱永远是解决之道 首先 你必须了解到 你的心灵是一部投影机 因此 不要试图抹去外面的阴影 而是进入你的内心 透过练习宽恕 来清除缺乏爱的部分 宽恕代表你了解投影的道理 也就是外在的人 是 物 静不是问题所在 那只是阴影 你才是投影机 请擦拭投影机的镜片 如此一来 电影画面就会改变 它会变得更清晰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会